嗨 大家好 我是罗宾 你看今天天气仍然不怎么好 还是雾霾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 应该还蛮多人比较喜欢了解的事情 房价 对吧 大家都很关心 说实话我也很关心 很多人说这个房价 现在国内房价有没有跌 武汉房价有没有跌 很多人问我 我都没有予以正面的回答吧 因为我觉得网上到处都说房价在跌跌跌 但是我了解我身边很多房子房价都没跌 所以就一直没碰 今天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那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问题呢 首先介绍一个环境 你看这上面写的航空社区航空路 这里是航空路 我前面一条小路是暴风二路 那边还有一个铜记 然后在不远一站路 不远那边有五广中山公园 了解武汉的都知道了 这里是真真真真的 叫内环 内环 虽然这里房子都比较老啊 这属于老小区嘛 都是老小区 说重点 为什么今天跑来 是因为在半个月前 听到一个消息 说武汉中心城区的房子 跌了一万块钱一平 而且又是航空路 我天我突然对这个事件就比较好奇 在半个月前十月十号吧 那个时候出现了比较火爆 为什么 太降价了 会造成老的最先前买的那些业主 损失了嘛 如果一百平就是一百多万了 对吧 损失了一百多万了 建筑工人到这里来讨薪 新的那些中介会带着人坐车子 坐巴士跑着来买房 就相当于有三拨人把这块搞得水泄不通 特别火 反正在武汉本地就蛮热闹的一个新闻啊 这个航空小路走过去青年路 最繁华的地带 像我们家老爷子老妈就一直有个想法 想在汉口这边换套小的面积的房子 哎 突然听说这里降价了 哎 我还蛮开心的 所以过来啊 过来看看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两万块钱一平 而且听说这块的户型也非常的 户型比较多吧 从六十多平一直到一百三十多平啊 什么户型都有 所以造成了很多人在买 还请你想这个真的是好 嗯 离同济 协和都不远 你说是不是很火爆 跌一万了 所以先进去了解一下 目前来说好像没有半个月前 感受了那么多人 人满为患了 这个瘦楼部这里 这瘦楼部 感觉都没什么人啊 嗯 我听那个抖音里面说 你们房子加价了 这样像啊 哎不是3万加2万 没有呢 没有加3万 我们您说的应该是这一栋楼 卖2万2左右的均匀价格 补油分了哇 然后这个产品的话现在已经停售了 哦 停售了 哎对 现在卖的最大只有这一栋 2万7500的清盘 最后几号 哦 这样子 嗯 哎 好 好 谢谢 哦 这个停售了 现在已经卖停售卖了 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哦 现在就是2万7500的 2万6500到2万4500 你看这本地武汉人啊 我们父辈一个年龄的 看一下这个房 这个房很高啊 我看了一下58层楼 我的天呐 这个真是够高的 然后那个2万多的就这一块 这个就是说的 像1万块钱一瓶的这个房子 没有看到开工啊 而且坐着买 像这个起码封顶了啊 这个就没封顶了呢 搜楼部啊 你确实看到了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 包括它的搜楼 小姐都没有啊 跟我找 好不然还找了一个介绍的 给我介绍了一下 说是那个降1万的那个房子 2万1的啊 那个房子就是这个 停售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反正说说不卖了 啊 至于其他的一些房子是卖2700 两万七两万七两万这两万一 这个其他的卖两万七 说是没房子啊 就没卖 所以没有房子可卖 服务也不太好 感觉这个开发商感觉有点问题 我就准备到这边来 这是航空路 航空路一强之隔 中央看到的这个叫华发公园首府 这边去看看 我现在又来到了 华发公园首府这里 转了半圈 它这个是在建策大道这边 这个售楼部 绕了一圈 这个楼盘比刚才的看的要大一些 包括售楼部也看的大起些 开发商是哪的 开发的 开发华发股份 但是你看售楼部也没人了 冷冷清清的 OK从这里面出来了 大概了解一下情况和包括周边的 目前的房价 还包括之前的一些房价 房价 武汉市的房价确实是降了 有降 然后降了 还看楼盘 有的楼盘 或者有的开发商 它能够扛得住 它就一直咬着 它没降价 网上说的降 但实际上没降 包括刚才我们去看的那个航空路一号 也是因为开发商可能资金上有问题 是吧 就像之前说的 10月10号有三拨人造成了那个地方火爆情况 你看连施工方的工钱都没给 所以施工方就拉横幅讨薪 然后包括老的业主 就是之前付了三万多块钱 三万多块钱买的业主 看到降了一万多块钱又不平衡 他们过来维权 还他们血汗钱啥的 然后再一拨人就是因为像我这样子的 觉得这个地段内环 二环以内 两万平 然后它那个楼盘还有的比较小 这个楼盘最小一百一百二 他这边要比那边贵 他就说他这开发商是比较 珠海的一个国企 有钱 说白就是有钱 扛得住 所以他一直咬着 两千 两千一八 这楼盘 最便宜的楼 面积越小的房子 面积单价就越贵 越便宜 两千九 两万九一平 要是面积大的 一百四十的就可能更贵一点 三万多 三万一这个样子 然后整体这一块 这个新房的价格 就是在两万八 接近到三万之间 在 之前 卖的比较好的时候 这块的价格就是在三万以上 三万二 卖的贵的 有的楼盘就能够开到三万五 反正 平均价格都在三万二 现在的平均价格全部跌了 每个瓶都跌了五千多 然后他还跟我爆雷 说那边 刚才说的嘛 开发商没钱 你如果觉得那个价格便宜 两万便宜 有可能会买到是浪尾 因为他那个楼盘 好像就是二号楼在卖 卖两万一瓶 那个说实话是个环件房 说是环件房 然后当商品的房在卖 所以那个楼层里面就是 你楼上可能是两万多一瓶 你下面那同样的户型的房子 别人是环件房 一万多买的 一万四买的 所以你心里会不会不平衡 然后还有 居住群体也会不一样 环件房和商品房 人群不一样嘛 所以比较杂 就比较杂一些 他是这样说的 两万 但几乎上在这一块买不到 而且是 毛批房 我说的价格 刚才说的价格都是毛批房 如果是精装修的 带装精装修的 可能单价上还要再贵个四千多 嗯 那就是三万六 三万六 三万五 实际上价 总体还是在降 两边楼盘 就刚才那个航空一号楼盘 几乎是没人 而且这个东西啊就就跟那个啥 呃 从重心里 这个房价往往是这样的 越涨 他就越有人买 他越跌就越没人买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 你不买我不买 大家都不买 开发商就扛不住了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大浪掏杀 就看谁的 就什么看看谁扛得住 熬到最后 开发商熬不住了 他自然就降价 市场上交价 你怎么办 如果 那个航空一号降了 或者另外一个楼盘也降了 大家都降 这个房价自然就降下来了 刚刚还在刷新闻 又有一家开发商扛不住了 就是这两天发的 好像就在附近 汉克火站附近 汉克火站也是二环 二环多一点点啊 那个位置 二连五环那个地方 也是降一万 而且是精装修的 好像是两万出头一点点 还带精装修的房子 到时候也可以去看看 去去猜猜点 是是怎么样的一个房子 已经跌一万了 汉克火站了 多么好的一个地段 房子我觉得真的不应该做成一个 叫投资属性 是吧 投资属性 真的是应该是应需 房子是来住的 而不是来炒 是这样的 对不对 或者是改善住房 改善住房 住个好的大量面积 比如像我们家的老人家没电梯房 都是布梯房 想把它卖掉 换电梯房 然后有个好的环境 是吧 改善用房的话 一般 一般 我是这样认为的 一般改善性住房的人 他们才会买 往中心程序去买 那些外来的武汉人 他们可能就会考虑的 就是在周边 哪边便宜啊 或者上环 上环 四环的 这些 然后之前有人说房价在降 确实武汉在降 但是他看地段 因为武汉太大了 他四环 五环那边 那边在降 确实在降 包括三环也在降 但是在内环 地段好的地方 还是没怎么降 只是稍微降的比较少 其他都是上万上万的降 这边是几千几千的降 就是这样 总体来说还是要扛住 要扛住 这个市场经济嘛 都不买 他自然就降了 就跌了 OK 就这样了 给大家看了一下 总体来说 现在两万是买不到的 跌一万的那个不太可能 两万五 两万八 到三万之间 这样是可以买到 武汉市的城中心 就像我说的这种航空路啊 是吧 武广啊 周边这种 二环以内的房价 就能够买得到新房 当然你实在不行 还可以考虑一下 二所房吧 二所房也可以考虑一下 我觉得 这块地段真的是好 什么崇仁路啊 小学啊 还包括武汉市十一中学啊 同济协和啊 中山公园啊 都是这 是吧 这个地段 真的还是很不错的 绝对绝对的那个城中心 内环县的房子 这是建议大道 也是闹钟取静的地方 我们的亲戚员在这儿聚了几十年了 到这儿来走那个 宝峰二路 明显感觉到外面特别热了 哎 你走到宝峰二路进去以后 就感觉特别的安静 只是闹钟取静的一个地方 非常好 OK就这样了 下次带大家去看看 跌到两万以下的时候 再带大家去看看 武汉的房价是什么样子 但是说实话 作为老百姓来说 我也不太希望房价跌太厉害 你看我那个二手房 想卖或者想置换改善住房 都会受影响 真的都会受影响 所以这个也很矛盾 也很矛盾 就这样拜拜